人生是一次奇遇 不知在哪路口就能彼此倾心 他们与中国的邂逅 也是这样的故事 46年前的事 90年 跟那个朋友一起来 练个不得经济 他们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 他们在这里开始一段非凡旅行 太好吃了 哇 那那个真的熟悉 中国的摇滚 救我了 他们巡路中国 记录中国 他们和我们一样 与时代的每一次跳动共振 上一场 怎么可以保持他们 特别想改变西方人眼里的这个中国 昨天的故事已背在行囊 明天的希望还在路上 今天在这里 他们讲述着生命的平凡与传奇 OK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OK 来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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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位在舞台上活力四射的鼓手叫莫吉爵 他更被人们所熟知的名字是Funking 过去的几十年中 作为一名鼓手 因为记忆进展 Funking一直被人们誉为亚洲鼓王 今天是他在副一乐队进行中国巡演中的异章 还有我们的鸡毛十字帮 Funking 副乐队最受欢迎的歌 也是Funking写的 2006年 电影《疯狂的石头》火爆全国 其中的一首由不一乐队演唱的插曲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更是让很多人认识了这支乐队 而这首歌的作曲就是Funking 作为曾经日本乐队的超级明星 Funking也已经在中国度过了快三十年的时光 那么他又是如何与中国结缘的呢 90年跟那个朋友一起来了 本来北京去上海没有什么兴趣 在街上一直问的是 在这个城市有没有摇滚 一根鲲子出来 叹滚的 今天你有勇气 今天晚上有party 跟我一起去吗 让我爽去 得到的是marketing 但是那个时候 说演出 为什么到餐厅 有点怀疑 被骗了 然后他说来不来 去吧 然后里边的门开了 又看见了 演出真的演出 记了一首歌 慢歌 让Funking一下就记住的那段旋律 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 Don't break my heart 那天带他去看演出的年轻人 就是后来成为磨炎三结之一的张厨 而当时在台上表演的那支乐队 则是黑豹乐队 中国也有摇满带长头发的 有时针吉他 演完初他特别兴奋 一个星期旅游 第一次看那样的年轻人 特别感动 让我打鼓 大家以为也都是爱好者 打吧 One two three four 不是这个意思 是我们一起 讲 或者坏了 高手 像这样的鼓手 我们在那个时间 但在国内是没有的 结束一战巡演 Funking匆匆回到了北京 因为他这天答应了朋友 要来和另外一支乐队进行排练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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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的时候 学校有一个运动会 当时我们跑步 赛跑的时候 放了就是Funking老师的曲子 在日本大部分 就是特别激情 热血燃燃的那种 就是学校的活动的时候 基本都是 那个放着Funking老师的那个曲子 暴风乐队 是一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红遍日本的超级乐队 Funking就是这支乐队的鼓手 他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 也正是他在日本大红大紫的时候 那么这样一个被明星光环围绕着的人 怎么会在三十年前想到了来中国生活呢 我小时候的梦 就是音箱那边的乐手是我的神 所以我也打摇滚的神 但是打成功了以后 采访电视节目 广播节目这样的多 最混的时候 在日本有四个拍摄本节 一个星期有四天 四天都去上 那个是现场直播 那一天在电视台 还有我们乐队还有两个主持节目 我想做什么 都不知道 就是特别忙忙来中国了 针鼠 黑豹 地下的时候 他们特别努力 我想起来我自己的年轻的时候 当时三十岁出头的Funky 被打动了 从那时起 他决定来中国 用自己的经验 去帮助这些年轻的中国音乐人 很多年轻人 就是像我年轻的时候 一样看我 我看了那个光提的演出的视频 我特别崇拜你 就是在日本 我的梦想没有重过 来北京以后 我的梦想实现了 所以把我的心忘在北京 梦想实现了 但是生活没有改变 他和我的合作是尤其的多 就是忙 每天每天录音 徐薇 韩虹 五手都是由方便上来打 生活就是跟日本的一样 我来北京干嘛呀 四个人一起就 四家 四家 对 一个 像有女的伙似手 来看 游戏子 回来了 哇 好久不见了 哈哈哈 哈喽 录音师 今天不在 啊 这是我的房间 在中国生活多年 方天依然保持着 在日本时的生活习惯 此时的北京已入秋 方天回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想办法取暖 这是日本传统的 哦 炉子的 冬天必须得做给 不然冷是吧 不然哦 北京太冷了 那把这个房间 十几年前 正是这样在中国再普通不过的院子 让当时仇促着 是否要回国的Funky 最终留了下来 又往前曾经已被遗忘的瞬间 平静的瞬间 软处制作了一个专辑 纪念缘局的礼物 然后收录我们一首歌叫《为你唱》 他们就是让Funky当我们这首歌的制作人 然后联系方式 有经纪人 地下乐队有经纪人 你们在什么地方排练 他们有自己的排练棚 自己的排练棚 我说我开吉普车去接你 开白色的吉普车 我都不喜欢他们 他们又来了 那个吉普车是特别差 我们是那种三千块钱买的那种最老的吉普 底下都有洞 车门都关不严 再拉着点开车这样的 然后到了就是医院 他来院子以后 他一看 哇 太好了 这就是我梦想搞摇滚的地方 我帮到这 问一下多少钱 我说不可能吧 芳琪怎么会出道王呢 那现在不 真的帮过来了 与吴宁乐和不宜乐队的结识 让芳琪在中国的生活开启了新的篇章 他们也在过去十年中成为了最亲密无间的伙伴 我来帮助你吧 你不然的话 你往下走也很难 因为那个时候乐队太穷 芳琪来了以后 每天中午老夫去吃饭 妈妈一个人也吃不了 他又带院子 人家去吃 他从来不会让我们买单 我生生啃芳琪啃了 啃老子啃芳琪啃了至少有十年 我和芳琪的见面 算是我觉得是张剧送我们的礼物 因为我们和芳琪见面接触以后 我们乐队是 直接索实地做的火箭往上走 在北京仅仅过了一晚 芳琪又匆匆赶到石家庄 继续他和不宜悦队的全国训练 以前的话 周末三天廉价延就不干嘛 中国现在交通方便 高铁的特别好 也去过很多城市 几十个城市 小城市都去 C Andrew C Andrew 小城市 调谷比打鼓重要 因为音器不好就技术好也没有用 ni 好好调得好的音乐也大 监谷的声音好音乐也大 这就是我的声音 复杂人 这是经验 我一年有200个演出 就是一年挑200个鼓的意思 去年巡演的时候 把我们两个叫去 说我的妈妈就可能就不行了 我肯定要带回日本一趟 但是从我的理念里面 是绝对不可能耽误 乐队一场演出 大连演完第二天一早 飞回日本 见着她妈妈最后一面 她妈妈就去世了 第三天早晨一早 飞到了哈尔滨 又跟我们接着演出 我们真的是欠她很多的情 听宁夏的故事 吃羊肉 然后突然想起来的故事 凌晨两点 我回院子以后 挑门 起来我写得特别好听的 最后的一句话 那个宁夏的 你的妈妈给你吃的是什么三个字 然后她说羊肉面 啊 写好了 你回家吧 困难的时候 回家妈妈给你做最喜欢的 我去在日本写过几首特别大成功 写好的时候 我感觉到这首歌是特别好 就几年一次 演出面 这首歌是这个 相信我 然后说我以后 就写了 困难的时候 回家妈妈给你做最喜欢的呀 你回家吧 困难的时候 回家妈妈给你做最喜欢的呀 羊肉面 演出结束 毕竟已经到了花甲之年 连续的奔波 还是让Funking略感疲惫 很香 Funking三大爱好 打鼓 打完鼓喝啤酒 然后吃好吃的 他每次都说 中国太大了 有那么多的好吃 我爱吃辣的 四川火锅 涮羊肉也 羊肉串也喜欢 都是适合喝啤酒 他说我不喝外国啤酒 我就喝你们本地的啤酒 宁夏喝宁夏啤酒 北京喝北京啤酒 青岛喝青岛啤酒 从来不喝贵的啤酒 他太喜欢中国了 中国人还是有历史嘛 学语言才知道中国人的文化 深的想法 最好现在大的计划 汉语许评考试 十二月份有 我考一考 清晨的阳光 慢慢温暖洒在我身上 想起了我们 还有许多的梦在路上 他没有再把什么 太多的日本音乐 带到中国 他只是把他 把他的精神 把他的 把他的工作的状态 生活的状态 一些东西反而带到了中国 没有碰见中国的摇滚了 我一辈子在日本 一辈子过那个生活 中国的摇滚救我了 他真的是部学队 也是我的最大的一个贵人 他的这个简单 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要是我 我觉得我做不到 我跟阮叔说 我死的话 我做我的目的 写一句话 最爱中国摇滚 我今年是方毕老师 六十岁的生日的一年 所以我们一起给方毕老师 再说一次生日快乐 好吗 一二三 生日快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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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坠感的脚步 倾听内心的声音 哦 出发来 出发来 我经常问我的主观就是 Jerry为什么你 你可以这么真的感兴趣 哇 我一直来整我 我是哇 那个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像很高兴的相反 不看起来像一个比较 听说了这个几场游戏 就是哇 那这样的数据 我们看快到了 优优独播间 我们在这里中 很多艾拉迪克的咖啡 你们可以看一看 真的 真的风景 真的好看 因为卡路的收入不高 我要想想 这么可以帮助他们 他们告诉我 他们很开心 但是我们要做 是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